Hello, 歡迎來到暖夜廚房 今天推介鹹魚雞粒豆腐煲 一個送飯又容易煮 又好吃的菜式 Let us begin 今天的影片會比較長 但值得的 因為這個菜式很容易煮 又好吃 首先, 芫荽 所以, 芫荽 所以, 芫荽 可以切碎 不喜歡吃芫荽 不重要 可以不下芫荽 但, 芫荽 最好不要 因為, 芫荽 最少要選一種 原因是, 稍後有沙窩 也好, 也好 所以, 芫荽 要用一點點 來墊底 讓豆腐 雞 不會直接在沙窩底 煮焦 因為 如果沒有沙窩 也要用煮 因為, 豆腐 是沒有炸的 這次 就是沒有炸的 香港人是用炸的 但其實, 炸的 是偏油 而且, 不炸的 是有不炸的好吃 又健康一點 小朋友也可以 我的做法 比較傳統 就是 豆腐和雞肉 切得比較小 傳統的 如果以前做的 這道菜 其實是切得 好像 青豆 那樣小 全部都是切小 因為, 用來做飯 要香味 而不是大大塊 或是炸的 所以, 就 有點不同 薑 要切成小粒 然後, 蒜 就是蒜 一會兒 爆香後 基本上 吃的時候 不會有薑 和蒜 在裡面 盡量切絲 然後切粒 盡量切細 這個菜 這個菜 比較多 要切 你看到我 配料 都比較多 但是, 一個個步驟 就 不要急 當然 你可以 你真的不想等 你可以飛去煮 但是, 如果前面 有些位置 你沒有做得對 後面做得不好 就不要說我 沒有說 給你們 因為我有時候 收 為什麼沒有說 其實是有的 不過, 你們 有時候 就心急 看, 就飛去 薑 和蒜 其實就 看自己 就 不用說要很多 但是呢 就要有些 原因就是 薑 其實就是要來 吃鹹魚的味 因為 有些人 喜歡吃鹹魚的香味 還有 要吃鹹魚的鹹味 但是呢 鹹魚本身 其實是有一股 腥味的 那麼 它呢 要怎樣去皮 它呢 你可以吃到它 鹹香 但是沒有那個腥味 有些人說 鹹魚呢 我買的那些 是一瓶瓶用油浸的 其實呢 最好 吃的鹹魚 不是用油浸的 是要乾 曬完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用來做的 那些鹹魚呢 先是 做得出來 就好像你去酒樓 大排檔 吃那些 鹹香 才會出到 如果不是很多人說 我家裡 我買的那些 一罐罐 那些浸油的 其實那些呢 已經是 沒有那麼好 那那 怎樣做呢 我一會兒會教你 那 辣椒這裡 其實就是 做樣給顏色的 那當然你想吃 有少少辣 你可以連紙 下去 或者落些辣一點的辣椒 但是我這裡 因為是拍片 就給顏色 它就好看的 那所以呢 我就刮走 那些紙 一會兒 就灑在麵 豆腐呢 其實最好 就是去 豆腐泡賣 就不要用這些 一包包 但是我這裡 就沒有 那所以就 用一包包 那我就 一開三 一開三 之後 還要切洗 那就 比較好 那 那 有些人會說 喂 不 炸 那就很容易 爛 有辦法的 那 就 一會兒慢慢 跟你們說 那 怎樣可以做到 豆腐不爛 但是之餘呢 又可以 沒有那麼健康 那 為什麼要去豆腐店買呢 豆腐店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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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營養過 這些 已經包裝了 因為它是要高溫殺菌 然後 進入包裝 所以就沒有那麼好 那 鹹魚乾的 你只要切 可以 拿走了中間的 骨 之後 你用手 要摸摸 保證 魚肉 那裡沒有刺 那 之後 你就可以切 那 用乾的 不用油泡 它的香味 比較重 但是 但是 你煮出來 它的鹹香 會好很多 然後 切粒 鹹魚乾的 比較硬 所以切的時候 要小心手 鹹魚和雞 大小 你們自己喜歡 如果想吃 咬下去 吃到鹹魚 一粒粒 很鹹 那種感覺 你可以切大粒 雞肉 雞肉 你看到我切小丁 和豆腐 比豆腐大一點 因為雞肉 煮完會熟 所以 你不能切到很細粒 但是 你就 因自己喜歡 你喜歡 大一口肉 可以 但是大一口肉 就 一會兒 煮的時候 要煮久一點 那 你們就看 那 我切大概 手指公 這麼大 的 尺寸 然後 它一熟 就會小粒 很多的 就是 因為它主要會熟 熟 那 雞肉 就不需要 用 淡鹽水浸 如果你說 你是 冰鮮的 就要 但是如果你說 新鮮的 就不需要 就只洗乾淨 吸乾水 不需要醃 的 因為 本身 一會兒 和鹹魚 一起做 豆腐 就準備 另一煲熱水 先把豆腐 倒進去 煮 煮 這樣 一來 不要太容易 爛 二來 你要 放一些 味道 所以要放一點 鹽 大概 一茶匙半 左右 一瓶豆腐 大概 就要用一茶匙半 的鹽 你不用說 很狠 因為煮完 水 不要 會 隔開 但是 你這裏 先用鹽 放一點 味道 如果 不放一點 鹽 這樣 煮 一會兒 煮 鹹魚 和鹹魚 豆腐 煎 的味道 是不能入 豆腐 很怪 豆腐 你一定要用鹽 水 如果不炸 放甜 後 才會更容易入味 這裏 要多一點油 多一點油 去爆香 鹹魚 鹹魚 鹹魚乾 要爆香 而沒了那種腥味 一定要 用 油煮後,中火就不太煮,慢慢煎至金黃色 如果不煎到的金黃色,那種香味就在了 但是越煎越香,你聞到一大股很香的鹹魚味 那時候,香味已經離開了 現在再加入蒜蓉和薑蓉 鹹魚就只能吃到香味和鹹味 而沒有了,你會覺得有點腥味,就不會有那個味道 你看,我都加的份量比較多 因為還有雞,你也要剝掉它的味道 因為雞是沒有醃過的 所以就要靠蒜來爆香 如果買的雞是有冰鮮,那些就可以 醃過的味道,所以就要加多一點 但是,因人而言,你真的不喜歡吃蒜味 那就加少一點,但是薑就最好不要 因為有鹹魚在這裡 這裡就煎到那個雞有少少上色 因為有少少金黃色,那就可以加水了 水呢,這個部分,你想多汁送飯呢 就像我這樣,水蓋過雞 如果你說不需要那麼多,你想漂亮的 那些水是比較稀的,水就不要加太多 加少一點,然後就米酒 米酒呢,有小朋友就像我一樣 兩茶匙 沒有小朋友可以加多一點 這樣就會更加香,更加好吃 然後再加豉油,蠔油,那就可以了 然後就由它去煮,水滾了 之後呢,就由它煮一會兒 大概水滾之後呢,就由它煮一分鐘左右 因為你要它收回少少水分 然後就可以加豆腐 你看看,煮完之後的豆腐 你再加下去,沒有爛過的 一路都 那豆腐呢,你煮的時候呢 就記住,不用煮好久 你不要煮熟的豆腐 你煮完呢,水一滾,就可以熟火了 那豆腐,然後就乾乾水 然後就落到這裡 然後,豆腐落了下去之後 再水滾,就可以加芡汁 然後,加完蜆汁之後 如果不夠味,你先再加 但是呢,如果以我的份量 一瓶豆腐,這樣 你的過程呢,蜆汁應該夠了 然後就加蔥,還有芫荽 這個呢,就隨你拌下去 攪拌好 這裡呢,如果你有沙窩呢 最好的就是加些麻油 很香的 然後就爆剩下的蔥 跟芫荽,或者是隨便一樣 爆香,還要墊底 上面再淋這個 一滾,就先淋這個 一整鍋就很香的 如果你在家裡沒有小朋友 你可以蓋上面再淋少少米酒 就是這樣簡單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讚我 訂閱我頻道 按鈕鈕 那我下次煮熱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 下次見,拜拜 拜拜